第九号台风苏拉已经形成了 目前它的中心还在菲律宾东北海域缓慢的打转 中央气象局在26号表示说 苏拉台风是以每小时7公里速度向南进行 而第九河川局面对台风来袭 也进行了抢修抢险开口契约完成发包 随时要启动 第九河川局面对台风来袭 事件正在进行的工程也进行了工地的整备 并适时的成立防训抢险队 抢修抢险开口契约完成发包 也可随时启动作业 九河局也对于海岸特别注意 新陈海提、化任海提 持续观察潮汐预报以及高浪资料 全面的检视雨量站、水位站、淹水感测器 CCTV、水门、抽水站等运转的测试 抽水站运转测试均正常 九河局也持续掌握台风的动态 以预报资讯 也将是预报情形成立应变小组音域 记者凌桀,华林市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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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